一大早部落老人家就已经在田里浇水灌溉 前年就已经住进百合园区的居民 自己就在园区内找个空地自己种田 但是未来这片空地将规划为其他用途的使用 居民感到很无奈 有风那个是做好那个是还没有给 有人没有住到 我没有住在有人住到 搬到了永久屋社区 跟住在原来的部落很不一样 要使用耕作地必须要抽签 县政府表示已经规划22公顷的土地 协助百合园区居民耕作富有经济价值的作物 其中也规划一区特殊的耕地 称为心灵耕地 在提供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作物之下 然后另外一区可以开放所谓的心灵耕地 让这样子相辅相成 那这些耕区的农户原则上 也已经都有经过抽签已经决定了 那目前县府在做一个整体的一个 基本设施的一些规划 六公顷的心灵耕地已经抽签完毕 原本一百五十几户登记抽签 最后只抽中了四十户 几家欢乐几家愁 还有十六公顷的土地 县府目前正在规划如何有效的使用 记者RI Cursor 屏东长治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设访报导